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RA模拟器如何手动更新 估计有很多同学和我一样 使用的RA模拟器是从那个论坛获得的 那是一个整合包 又有RA模拟器 还有游戏的ROM 模拟器和ROM文件是分开的 论坛获得的RA模拟器整合包 这个RA模拟器的版本是1.7.8 目前RA模拟器的最新版是1.90 那么怎么安装呢 我的安装方法很简单 就是直接覆盖 在覆盖之前先做好备份 因为这个目录里面承载了太多东西 一共有2.13GB 我先把这个文件夹 备份到另外一个目录 然后从RA的官网 下载最新的RA压缩包 使用的是这个 非安装版 这是安装版 这是直接打包版 下载之后会获得一个198MB的7Z压缩包 减压之后是629MB 然后把这里面的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目录 剪切或者复制 覆盖1.78版 新版本是1.90版 老版本是1.78版 直接覆盖 覆盖之后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上个视频和大家分享过的 RA模拟器的1.90版本 默认不支持简体中文 我们需要改一下 改什么呢 需要改这个配置文件 RA模拟器的主文件 需要改一下它的语言 User 第3023行 它默认是12 12是简体中文 要改成11 11是繁体中文 这样就可以正常打开了 这就是RA模拟器的手动升级 如果升级过程中出现问题 或者说反悔了 不想升级 还可以把这个文件夹删掉 把之前备份的文件夹 恢复回来就行了 再重复一下步骤 第一步 先备份老的1.78版 备份到其他磁盘 然后从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RA 它是一个.7Z的压缩包 解压 然后把解压出来的文件 直接覆盖老版本 覆盖替换 然后再手动修改一下配置文件 用户语言 从12改成11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手动更新RA模拟器的方法 希望能帮到你 我是阿西亚 我们下次见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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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